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进入到夹线的部分 先拿一根50公分长的孔雀栏 固定在我们刚刚拿好的轴线的中间 孔雀栏是动线 米白色是轴线 动线在上 轴线在下 做一个反鞋卷结 这里第一个线头 线圈这里一定要拉紧 顶到上面 这样一个反鞋卷结就完成了 下面我们珠针拔出来 换一下位置 把它卡在线跟线的中间 再做一个反鞋转结 再做一个反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再做一个反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再做一个反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这里我们一排加线完成 另外还有三个反线 方法一样 我就不介绍了 大家跟着我们的过程去制作就好了 下来看一下我们这里加线的部分就完成了 下面我们来做两个加线夹角的水果部分 先来看一下我们这里加线的部分就完成了 我们 medical机会来看 我们下长时间 Whoa! 我们下长时间点 Short 我们下长时间准备好 太长时间准备好 一个小时间编达 when the color 我保持到最后一晚上这边 我们不服从头船上 b rough的部分就完成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编织的部分 连接的部分与手提的部分 大家可以参考万世如意分灵挂件的制作 最后也祝收到这个分灵挂件的小伙伴们 在新的一年里没有烦恼哦